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有音乐气氛 来这儿呢 它就有这个钢琴 我可以组织小乐队来这儿演出 我觉得这个我是特别爱好 特别喜欢的地方 吹 吹了个笛子 大家想听什么 咱们今天吹一个 这个风琴最适合听的是这个 我吹一个看大家听不听我 在我小的时候 大家公认盲人的一个宿命 叫做按摩师 并不是说按摩 或者是这个中医就怎么样 但是呢实际上我不太喜欢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你能把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发展成你的职业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能就比较幸运了 其实我醒过得比较晚 我是16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不想干这个 好像我爸我妈当时就非常的支持我 我离考大学呢 当时就两年时间了 别人在操场上溜弯 谈女朋友 我在那儿坐着练琴 当时正好一二年 看温敦奥运会 我在练琴 我最高的单日记录是 一天练了14个小学的儿子 当时我就觉得 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在追我 你要是考不上这个音乐的大学 你就要去学按摩了 我就觉得 如果我不现在努力的话 将来是不是会很后悔 来 我来一下搜 旁边上 你这南高声音有点重 轻点 轻点 对 对 对 轻点 其实呢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老师的梦想 我的大目标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做一名教师 我自己开一个机构 这个事情我一直都在想 但是一直都苦于没有这个途径 去年疫情期间 大家闲得没事很干 餐厅里不是很忙 想着就想要不拍个抖音吧 想着传传视频 看看能有什么结果 所以我就开始在抖音上教唱歌 这个会导致比较累 首先是这样 在谈听这个工作 我是不能影响 周末呢 还有平时的晚上 我是肯定会来的 但是白天呢 雨姐也比较支持我 我会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比如说调琴的客户 我教课 包括我自己做我自己的抖音 我希望呢 两边都不影响 所以其实两条腿 跑路其实确实是有点累 但是好在年轻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可以稍微拼一拼 我是这么想 之前我有一个偶像 叫安德烈伯切利 他虽然是位视障者 但是他拥有被上帝亲吻过的嗓音 我其实也希望 我能成为一个像我偶像一样的灵魂鸽者 我觉得这个离我还挺难的 但是我曾经的那个小的时候 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 那个老考到第一的那个小忙孩 也没敢妄想过今天 我能当一个网络的声音教师 我能学习我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其实梦想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 是吧